我們投本部主要是張祖作為一個講師 在下部部就會由我主要講解 對沖和一個投資市場 哪幾隻基金現在應該買呢? 張祖可以嗎? 可以了,我現在可以大家口氣看看 今年上半年全球市場確實不是太底下 您看一下,標普500頭半年跌了21% 納斯達克跌了30% 道瓊斯16% 澳洲、英國、德國、日本、香港、日本、台灣 好像都是虧損,對吧? 看右邊 右邊是不是在2021年都是盈利的? 除了香港,大家會看一下 香港是不是跌了17% 21年也在跌,22年也在跌 這張圖告訴我們什麼呢? 人去哪裡?錢去哪裡? 因為香港的人才、科技、資本都在外流 21年在外流,外流 二年還在外流 所以說他的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也都一樣的 我們經常叫顧問或者叫客人也是 其實賺錢都是賺的多錢的時候就是多少的賠錢的時候 對不對? 你可以這麼說 因為這是一種心理性的因素 我們看這個市場它在大跌的時候 我們看這個底下紅色的部分 很多人就離開了 那還有很多人等到後面 大跌後面是大漲 因為總體來講是科技是越來越發達 怎麼比方說騎乘電路吧 現在台積電和三星都在研製 甚至準備要量產2納米 原來7個納米就非常的厲害了 現在要2個納米 他們不斷的就是讓摩爾丁一直在往前走 所以說我們如果相信科技是在往前走 同時各國政府之間 為了面對 相對來講我們在上一期大衰退吧 大概是在一戰之前 大衰退導致了很多的大蕭條 導致了甚至導致誘發了一戰的爆發 這個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缺少合作 不同的這個黨派也缺少合作 它的這個救濟的話呢 其實是也是很強烈的 但是沒有一步到位 現在我們看這個反應啊 各國政府的反應 甚至是聯合應對這種重大危機的 合作還是比較 相對來講還是比較不錯的 這種這就是假分散 您投資 發電廠 鐵路 節奏水庫橋樑 這些看起來是怎麼 它其實是屬於商業物業 包括倉庫 這幾個是一類的 然後呢 商業房貸 企業債 長期貨債就屬於債券類的 所以債券類的 前面這邊有 我們看有6個 前面6個 前面5個 前面最5個屬於私募固定收益 Private investment 或者Private fixed income 這5個看起來分散 它並沒有分散 而第6個的話呢 倉庫屬於 相對來講 屬於 屬於商業地產類 再往下呢 就是 屬於fixed income類 這些的 咱們看到前面9個 其實都屬於債券類 那麽這個就 你說我分散之前 不是假分散 其實這樣 好像分開了投資 但根本上 在一個類型 沒有分散 這根本就沒有分散 是 想投資進取一點回報之前 先講保證的回報 因為有些人請我們做 他想分散 他會選擇一些保證的 你說他怎麽是保證 你的存存就是保證 這個不是一個基金 好了 那我經常叫大家關於稅務上的事情 那5.98 18個月 很好 那為什麽等於7.42呢 因為他裡面選 計算出來5.98的回報率的利率 他只需要打稅3.81% 就是賺了59,700的時候 他只需再加大嘛 如果是定期的利息 59,000都要打稅 但是他只需要按照38,000打稅 打稅的部分只有3分之2 如果換句話來講 這個人的稅率 就是說你們的稅率是30%的話 這個5.98就等於上一個6.91的定期回報 如果你的稅率是40% 你的收入每年有10萬的話 以上 那40%的稅率 這個5.98 18個月的保證利率呢 就等於你獲得18個月裡面7.42%的回報率 這個就是我去年 今年初叫大家的基金 事實 就是你看到year today左手邊的 23.19 這是6月30號 去年到現在 我講的時候 教大家是38% 這個就是讓你們可以賺錢的渠道 當然每個人的風險不一樣 要跟專家見面 我會告訴你 這首先你要理解 好了 剛地產權講到的部分 另外一個基金 你看到它的 住宅型的 佔了四分之一不到 它有門市了 有辦公樓 有工業 而且 這個地產基金 是比較 它買的不是買股權 它是買真正的大樓 大家可以看這個圖 如果你是東岸的朋友 看到 阿倫德爾 這一棟 building 在東東金融 大家相信 都會認得 是這個基金 去擁有的 它的出租率 佔了 接近94% 左手邊 溫哥華的朋友 溫哥華的朋友 會聽到 蜘蛛 蜘蛛的大樓 每次到當場 都會看到也是這個基金 去擁有的 它的 occupancy rate 也是高達92% 因為今年 如果偏美國的話 虧損可能 5%到20% 都有可能 偏加拿大的話 是有機會賺錢的 是 那麼這個MFS公司 是我們 加拿大的一個驕傲 因為MFS公司 是全世界 第一個 複惠基金公司 它在美國的波士頓 但是 它不是 它現在已經不是美國公司了 它是加拿大的公司 你像 日本王室 泰國王室 還有很多美國的 蘋果や谷歌 這麼大企業的 推出基金計劃 都是通過MFS買的 這麼大的公司 這麼好的公司 全世界第一個 它是加拿大公司 它是加拿大公司了 因為它被SANAC收購了 反而 我們的Tim Hortons 其實是美國公司了 它被WENDYS收購了 在加拿大和美國之間 真的是 非常的 資本流通 飛沉一千的時候 它的quote 就會低 那這基金 是我 會建議 是可以買的 同樣 半年之後 一年之後 大家又看到 五十十分 路網一樣 都是正確 OK 年輕人可以買 年輕人真的是可以買 說得對 說得對 說得對的點呢 你知道嗎 你分享了導演的故事 去年 我有分享一下 去年有個 比較大年齡的七十歲的人 他 想經過我們做投資 問歲入爽的事情 他因是要買這個基金 我已經建議他不要買 他還是要買 後來我怎麼做 我就建議他找其他顧問 他從去年到現在 因為我有留意 他雖然不是經過我投資 買這個基金 他差不多賠了百分之四十 但是 他 可能會 他沒有埋怨 他只是後悔 為什麼沒有聽我們 還 進了另外一個顧問 去買這個的基金 OK 所以 如果你連承擔風險的 有 不高 買的 你不是百分之百買進去 你可以買百分之十 但是 作為一個補充 如果你認為 是 因為高科技 如果你認為高科技 將來這幾年 是沒有這個需求 你認為高科技 一級模特改良 那就不要買 但如果你認為高科技 是必須的一個行業 他是其中一個 可以放的 我有另外一個好朋友 他是專門幫人打官司 這種房東跟房客的官司 打的 他這個文件 都已經跟小山一樣 他對我看 他的聲音特別好 因為 有波動了 反正他交不上了 那麼 就有問題了 所以說 大家好 你剛才推薦這個商業地產的話 我認為也是蠻好的 而你自己 你自己搞個房子裝修好了 你租出去了 房子租了 你一年兩年 不給你錢 說實話 我這個客戶他有抑鬱症的 有 什麼樣的疾病 甚至 發生很多悲劇的都有 就是 你很難找到最好的住客 比如說我認為我是最好的住客 但是你不可能會做到我的生意 因為我也是房東 你找的房客 而房客 往往不是那麼有富有 這是實話實說 所以說 我這邊 你們當好 做打官司 那個法律人士是我的朋友 你跟你的老年人講的話 就是經驗之談 所以說我希望咱們的聽眾的話 明早 人跟你說真話 說過去別人的經驗 因為別人的經驗教訓 放到你身上 你就可以少走彎路了